本港下午局部地區有大雨 雙君澳更加有冰雹報告 是自1967年以來本港第三次在9月有冰雹報告 今日氣溫仍然是較高 多區氣溫上升至33度或以上 跑馬地更加達到35.3度 未來一兩天本港部份時間有陽光 天氣酷熱和風勢比較弱 轉下至下午5點 天文台六北的氣溫 接乎28.1至31.9度 我們看看7點氣溫是29度 相對濕度69% 雷報警告現正生效 接著是天氣先生出場時間 夜色大致多昏 有趙雨和狂風雷報 明天日間部份時間有陽光和酷熱 氣溫介乎27至33度 吹微風 那帶大家回顧一下當年今天 熱帶氣旋約克和山豬分別在99點 和2018年的今天吹襲本港 鐵文台發出10號颶風信號 除了同樣發生在9月16號之外 農曆亦都在8月初七 山豬對本港的影響是較約克大 雖然當日並不是天文大潮的日子 但山豬所帶來的風暴潮和大浪 引致多處沿岸地區出現嚴重水浸 大布教的水位更加曾經較正常 高3.4米 就是這樣 最後和大家看看世界谷大城市天氣 廣州雷報 澳門趙月 深圳雷報 廈門天晴 台北落月 天章多環 北京天晴 瀋陽天晴 首爾多環 上海多環 杭州天晴 南京多環 武漢天晴 大阪六宇 東京六宇 曼谷雷報 吉隆坡雷報 新加坡雷報 雅加達多環 古知明史雷報 馬尼拉雷報 墨潔本咒語 悉尼天晴 布里斯巴明朗 奧克蘭咒語 運國華明朗 三藩市明朗 陸沉基有夢 紐約咒語 多倫多天晴 羅馬六宇 蘇黎世六宇 霸黎 法蘭克福島館 倫敦 阿姆斯特丹麥朗 聽你講到這裡 拜拜